下午4点多摊饭开始整理摊位 准备做生意 这是台南大冬夜市 大大午花大午花 这口诀 星期二就是大冬夜市有开 而有些摊商心情五味杂成 因为接下来要面临周五 在哪里摆摊的选择窘境 就直接说如果礼拜五 没有拿起来的话 礼拜三跟礼拜六就直接放弃 新的午餐很强制说 你们就是礼拜五没有的话 三六就不行了 大大午花大午花 其中的午就是指午盛夜市 原本是每周三六有摆 近期管委会通知要加开周五一天 等于会跟大冬夜市强碰 有些摊饭就是轮流跑大冬 午盛还有花园夜市 现在要怎么抉择 我们礼拜五有的有摆大冬 还有的有摆小北 就是没有办法分两摊 人手不够 人放弃吧 就放弃了 要不然要怎么 除非要抵制它 要再分做两摊我也分不出来 以通知书来看 似乎是强迫摊商或是阁主 一定要接受加开周五 若是不同意 连周三六的摊位都不保 甚至还要求签切结书 强迫一定要给付周五的租金 才能够保住周三 周六的承租权利 否则事同放弃 看可不可以 就是让我们自由参加 不要就是每个摊商都说 他们管委会是胁迫 可是摊商没有人敢出来讲话 摊商感怒不敢言 苦恼不可能两个夜市同一天都摆 甚至还被迫接受 不要周五连星期三 六也要放弃的不合理条件 大大五花大五花 顺序恐怕会乱 摊贩也要面临生存保卫战 TVBS新闻顾首昌台南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